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 压力较大,加上活动减少 饮食丰富,高血压患者越来越多 高血压早期可能是无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 但随着病程延长,血压明显地持续升高 逐渐会出现各种的症状 高血压的危害主要包括三个重要脏器 即大心、小肾和脑处重 长期高血压可以使心脏开始代谢机制出现心肌肥厚 最后出现心力衰竭,心脏会越来越大 长期高血压会使肾小动脉发生硬化,出现萎缩 最后使肾功能衰竭,所以表现为小肾 高血压既可以增加脑血栓,也可以增加脑出血 脑处重包括出血和血栓两种 由此可见,长期的高血压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把血压调理到正常值 这样才能够保持我们身体健康 所以高血压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今天将给大家推荐一道对调理高血压要很好疗效的食疗方 可以快速有效地帮助我们把血压调到正常值 让我们从此不再受高血压的困扰 只要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的血压就会稳稳地降回到正常值 需要的材料和制作方法都是非常的简单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食客的白背木耳 白背黑木耳又称盲木耳 正面是黑色,背面是灰白色 且有一层细小的绒毛 对治疗和预防中老年人心脑血管阻塞的疾病 以及降血脂降血压有奇特的疗效 对老年人便秘也有很好的防治效果 现在我们先来把木耳抛发 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200克的芹菜 我们先把芹菜清洗干净 然后再把它切成薄片 芹菜可以降压 主要是因为芹菜它含有丰富的水溢醇提起物 这种物质可以改善循环 降低原性反应,有助于控制血压 芹菜中含有一种叫做本态的物质 这种物质可以松拾平滑肌 有助于血管脏力的改善 从而降低血压 还有芹菜含有丰富的纤维素 有助于肠胃的柔动 将体内的脂肪代谢出来 然后有利于血质的降低 有利于改善血液的粘质性 有助于血压的控制 除此之外 芹菜中还含有多种的维生素 其中维生素B可以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增强血管的弹性 在降低血压 防止动脉硬化和毛细血管破裂等方面表现突出 所以它成为了很多高血压病患者的首血蔬菜 芹菜中还含有丰富的钾 钾离子含量增多就可以减少血液中的钠离子 这样也有助于防止高血压病 切好的芹菜我们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我们再来准备一个洋葱 洋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蔬菜 它有着蔬菜皇后的美誉 还被称为是天然的心血管支架 长吃能够给心血管带来不少的好处 洋葱富含胡皮素 胡皮素是属于类黄酮化合物 它能够帮助减少血液中的胆固醇 保护血管的弹性 降低血管的紧张度 预防血栓的形成 我们先来把洋葱对半切开 这里我们要一半洋葱就够了 洋葱的次质性味道主要来源于它的硫化物 一方面硫化物可以抑制氮固醇的合成 另一方面它能够辅助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 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 帮助预防血栓和动脉硬化的发生 另外洋葱是极少数含有前列腺素A的蔬菜 这种物质有助于降低血液的粘稠度 增加肝脏动脉血流量 对于高血压 高血脂等症的防治 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葱还富含三式纤维 经常适量的摄入可以起到促进肠道代谢 清除肠道垃圾 缓解病密的作用 常吃还可以降低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患病几率 可见洋葱具有比较高的药用价值 高血压的患者可以多吃洋葱 有很好的降压作用 现在我们的木耳已经泡好了 我们先来把水倒掉 加入一些面粉 把它抓洗干净 中一历来就认为黑木耳具有滋润强壮 清肺益气 补血活血增进止痛 降低血脂 降低血压等等的功效 尤其是白贝黑木耳有着非常神奇的食用效果和药用功效 常吃白贝黑木耳可以减少疏通人体内堵塞的血管 加快血液流动 白贝木耳这个作用可以有效的减少老年人关心病和心脚痛等病症 黑木耳含有酸性多糖体可以降血脂以胆固醇 另外黑木耳含有抗血小板凝聚于血管壁之功能 能阻止动脉内膜增厚 管壁硬化或钙化 黑木耳中含有多达九种的抗磷血物质 能够有效的预防或溶解血栓 缓和观战动脉周样硬化等的相关症状 并对血液有抗磷 改善高血压之功效 白贝黑木耳背面的绒毛含有丰富的多糖 施抗肿瘤活性最强的六种药用菌之一 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它含有的高纤维与胶质还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 改善便秘的困扬 因此它在中药里也被称为是血管的氢稻肤 清洗干净的黑木耳我们把它直接放入锅中 然后把芹菜和洋葱也一同放进来 再往里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来用大火先把它煮开 水开后我们再来转小火 让它煮上15分钟 这座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所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所帮助的话 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15分钟后我们这道汤就做好了 芹菜含有维生素A可以降低血压 洋葱有让血管恢复弹性的效果 黑木能够清除肠道的有毒垃圾 还有降脂降压的功效 它们搭配在一起 可以起到很好的软化血管 促进血液流通 可以起到很好的降血脂降血压的效果 非常适合高血压高血脂 关心病的人群来使用 好了朋友们 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道汤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如果您觉得我所分享的视频内容 对您所帮助的话 请您点赞收藏和转发 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最大的动力 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 分享你的生活经验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见